这个世间有没有灾难呢 肯定有 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呢 佛泽经常告诉我们 是这个地区的居民 不善的心形所感动的 像太上的感应片所说的 霍佛无门 为人自招啊 那福怎么招来的呢 这个地方居民心地善良 行为善良 福就来了 灾消福来了 如果这个地方的居民 心形不善 违背了人力道德 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来说呢 无能 无常 似为 罢得 我们的思想 违背了 我们的言行违背了 那就 负就没有了 负消掉了 货就来了 灾难就来了 就这么个道理啊 如果我们反过来 我们的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能跟这四颗 这四个颗目 相应 也就是 我们认真去学习 五能 五常 四为八德 那就灾就消掉了 负就来了 是这么个道理啊 这个道理很深啊 非常难得 这近代外国学科学家 量子物理学家了 把这一桩事情 证实了 他们说 心态 能改变一切 包括环境 跟佛说的一样啊 佛在三千年前说的 这是现代才发现 他说的好 这一桩事情 如果能普遍 大家普遍都知道了 今天地球上这些财难 我们有能力把它化解 有能力把它恢复正常 不正常的都能恢复正常 所以我们也在劝导 这些科学家 研究佛学 他们如果来研究 肯定 让这个科学会大幅度的提升 我们也有信心 我们也有信心 谢谢我们的售观开 说明天 我们也有信心 谢谢大家 看你 别 我 知道 你 优优 咱 那 没有 带